好 剛剛講到 其實在烏二開戰之後 台灣就一直有 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聲音 那當然呢 我們也看到趙少康就特別講了 就說你看看美國 這個小國真的不要刺激大國 因為台灣不能把命運 記在中美強權當中 中美對峙角力的話 受害者還是台灣 這個論調有沒有覺得 跟剛剛看到的國台辦 他講的話有點像有點耳熟 那所以呢 孫生昌就特別說了 他說台灣跟烏克蘭情形大有不同 所以這個我們台灣 就會跟其他的民主國家一樣 同步的予以制裁 那對於說有這個 有一些境外勢力 故意運作任職作戰 但是有人予以附和 他是身為不齒 所以我來問一下 這個新王哥 是不是他看這個論調就覺得 你這個論調是不是就是唱隨台灣投降論 就是說你台灣真的不要去跟中國 在那邊 你覺得中國不要刺激他 那如果說什麼的話 我們就說好啊 不然說到時候真的打仗的話 美國不會來救你 對你看國民黨在這幾天 相關的投人丟出來的話 讓人家看了真的是覺得不堪入目了 那他們的主要的論點 你可以把它分三塊 那三塊呢 第一個是像趙少康這種講說 小國不要刺激大國 他的意思就是說在暗示說烏克蘭就是因為去刺激了這個俄羅斯 所以會被俄羅斯修理 他意思是說 台灣也千萬不要去刺激中國 因為中國也是大國 所以中國是俄羅斯 但台灣絕對不是烏克蘭 中國可能會像俄羅斯一樣 會有侵略行為 但台灣絕對不是烏克蘭 兩個條件不一樣 所以這種小國不要刺激的大國 我只想請問趙少康一件事情 請問是烏克蘭去刺激俄羅斯嗎 烏克蘭有派軍機去繞俄羅斯這樣繞來繞去嗎 沒有吧烏克蘭是要保護自己 他自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他們講的小國不要刺激大國說法 坦白說真是莫名其妙 第二個是在國民黨方面 還有人提出來講法 就是說這個要談判不要對抗 那我請問一下誰要對抗誰 誰不要談判 大家都希望和平談判 大家都不希望對抗 但今天台灣跟中國的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沒有主動去挑釁人家 但是人家就是給你軍機繞臺 軍艦繞臺 所以台灣想不想談判 想談判 但是中國告訴你說如果沒有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如果你沒有承認那個所謂的一國兩制新方案下面的九二共識 那就沒有談判的空間 你只要願意承認九二共識 承認在一國兩制前提下九二共識 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那你就有跟我談判的空間 中國的立場是這樣子 那你告訴我他設定完立場 還軍機繞臺軍艦繞臺之後 請問你怎麼跟他談判 你如果不接受他的條件 那他要跟你談嗎 他不要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人家設了一個談判 有個陷阱在那邊 可是現在國民黨的講法是好像是因為我們自己的關係 是因為蔡英文的關係 所以一直不去跟他談判 但問題你怎麼不去講前面那一段 他已經劃定了條件了呢 這是第二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 國民黨這幾天的第三個讓我覺得更難接受的論調是 他們說為什麼我們要跟進美國 因為白宮發了新聞稿把台灣列到裡面 我們是一起在制裁俄羅斯的國家 那國民黨講法是說為什麼要去制裁這個去挑釁俄羅斯呢 他說這個挑釁很危險啊 他說你幹嘛跟著跳下去 他說如果真的要的話 我們去救援烏克蘭的難民就好了 這是連勝文講的話嘛 去救援烏克蘭難民就好了嘛 就不要去制裁人家嘛 可是問題在哪裡 國際社會各位觀眾朋友 有這麼好的事情 你台灣都佔好處都不要負責任 都不要進義務 不可能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當今天你看到歐洲跟美國 然後跟烏克蘭是一條連線站在一起的時候 自由民主國家戰成同盟的時候 你要拿出個態度出來嘛 要不然今天你不提烏克蘭 那請問一下以後誰提你 這就是一個問題嘛 所以你怎麼可能都沒有態度 你怎麼可能說我去接受烏克蘭難民就好 你認為烏克蘭難民願意搭飛機搭那麼遠搭到台灣來 他旁邊還有幾個國家可以接受 所以國民黨拋出來的議題 讓我覺得匪夷所思 再來我們要再講另外一件事情 今天國民黨的人一直在講說 在操作一個懷疑美國的風向 懷疑歐洲的風向 這個風向就是說你看烏克蘭被打了 那美國美軍也沒有去啊 這個歐盟也沒有去啊 可是各位 美軍要參戰 你先看一下他有沒有參戰的義務嘛 他跟烏克蘭就是沒有相關的盟約嘛 烏克蘭也不是他任何有簽國際法關係的盟友嘛 那你說像北約來講 他也烏克蘭連北約成員國都不是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說這個美國跟歐洲 如果參戰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假設普丁今天只要來打個幾天 他要快速戰 取得他政治上的成果之後 他就要走了 他要鞏固 比如說他國內有一些危機 然後呢 他本來只要打幾天的 可是你有可能因為美國跟歐盟參戰了之後呢 我這真的變成敵對勢力的介入 到時候你各位去看一下 現在在俄羅斯今天請問一下 有沒有幾十個城市 有很多人在抗爭反戰 有吧 這就是俄羅斯內部的矛盾嘛 那如果因為美國跟歐盟一介入了之後 那俄羅斯自己內部的矛盾反而化銷了 現在要先處理外敵優先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沒有看到歐洲跟這個美國可以直接介入 但是間接的非常多 什麼意思叫間接的 剛剛傑民所秀出來的刺針飛彈 你所秀出來的標槍飛彈 標槍飛彈打裝甲車的 刺針飛彈打飛機的 這些東西美國是透過立陶宛 愛沙尼亞轉到烏克蘭去 所以烏克蘭手上才有這些援助 那美軍最大的援助 除了這個標槍飛彈之外 另外一個是什麼 美軍的全球音是在那周邊 一直偵查 一直偵查 這個偵查的用途在哪裡 他隨時可以告訴你 俄羅斯現在軍隊走到哪裡 部署到哪裡了 這個重要性在哪邊 各位這次全世界在講 俄羅斯要對烏克蘭動手 最準情報的人是誰 美國情報最準 所以美國現在等於一直公開 俄羅斯的情報訊息 讓你烏克蘭都可以知道 所以你看烏克蘭方面 等於有人補足他情報站這一塊 然後最新的是歐盟的部分 他要對這個俄羅斯加大經濟制裁 你的銀行我要鎖起來 你的政治人物跟精英 你的政治圈跟商業圈的精英 你的帳戶我也要凍結起來 讓你不能用錢 你以為這重要性在哪裡 各位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希特勒之所以能夠打那一仗 是因為希特勒從美國華爾街拿到很多錢 美國華爾街有很多金主投資希特勒 你沒有錢你怎麼打仗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世界在圍堵俄羅斯 圍堵普丁的時候 第一件事先斷他的金元嘛 所以我讓你的錢 你的銀行賬戶被凍結 讓你的證件金也被凍結 現在在討論的是 讓你國家連物料的交易 都要從美元系統裡面批出去 這就是問題嘛 所以美歐洲有沒有介入 有介入喔 不是沒有介入喔 而且大家介入的很多 只是大家希望能夠介入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如果沒有介入的話 我給你看一個圖 這個是俄羅斯的總統 澤倫斯基自己發出來的 大家看一下喔 這是澤倫斯基最新發到推特上面去的 烏克蘭總統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發到推特上面去的 他上面寫什麼 你看他上面告訴你說 他們討論加強制裁具體的國防援助和反戰聯盟 感謝美國對烏克蘭的強大力支持 這是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自己發的 所以反而是我們其他旁邊的 這個不了解狀況的 一直縮山倒是說 這個美國沒有幫忙 歐盟沒有幫忙 但事實人家就是有幫忙嘛 所以一直去打這種疑美論的論調 一直在操作疑美論 那我只請問一件事 不然台灣現在不跟民主聯盟站在一起 不然你要跟誰站在一起 難道我們也可以去跟中俄聯盟站在一起嗎 這個不是吧 而且各位再去看一件事 中俄聯盟有一個很大的副作用 什麼副作用呢 俄羅斯這次為什麼要發動這個戰爭 除了我們講說 他打了一個安全的因素之外 各位對於俄羅斯總統普丁來講 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是經濟上的問題嘛 你看他的通貨膨脹 他的通貨膨脹跑到一個新的高點 然後他的貨幣蘆布的貶值來到新的低點 所以物價變貴 然後貨幣貶值進口東西會變貴 對老百姓來講 俄羅斯2020跟2021的經濟成長率是往下降 老百姓過不好喔 老百姓過不好 老百姓受到疫情困擾 然後買東西變貴 俄羅斯的民怨是在起來的 所以看到俄羅斯這樣的一些 這些問題裡面 其實美國他並不是都沒有動作 他可能用一些間接的方式 來展現他的作為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問到永鴻哥 是美國這些作為啊 如果我們現在以台灣的角度去看的話 今天早上就是包括說 有傳說說美國的驅逐艦有經過台海 台灣海峽 因為我們看到是說從這個戰 從烏俄開戰以來 其實中國的軍機也是不斷的來侵擾台灣 那當然美國的驅逐艦跟中國的軍機 這樣後來就形成一個對比 那尤其是我們看到中國軍機 繞臺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啊 怎麼辦 台海的情勢是不是真的就跟烏俄的 這個快要開戰了一樣 是不是也某種程度好像跟國民黨 這樣的說法有點在相互呼應的感覺 是國際政治 台灣跟烏克蘭可以相提 但是不要並論 什麼意思 因為烏克蘭在歐洲被俄羅斯侵略 所牽動的這個狀況 一定會影響到印太狀況 那當然影響到印太狀況 什麼就是大家會想說 那第一個擔心的就是 因為包括英國首相 包括法國中 他們都很擔心說 那你中國是不是這個時候會蠢蠢欲動 對不對 因為你一頭正在蠟燭在燒 你另外一頭又燒 他就想說反正你歐美來不及救 所以確實有這樣的危機 但是也不要太緊張 那我一直講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人討論 有些人是懂 但是他不願意去面對 比方說趙少康這些人 有些人是不懂 那就亂講 美國有沒有幫忙 坦白講 從過去1949年之後 到現在應該說45年之後 到現在有非常多 尤其冷戰時期 有非常多的這個小規模的衝突 美國沒有直接介入 但美國都在後面 給予相當的援助 不管是情報的提供 或者武器的提供 好比說那個時候 阿富汗被蘇聯打進去的時候 美國不是直接派部隊進去 他就是提供武器提供情報 透過巴基斯坦過去 同樣的在以色列面對這個六日戰爭的時候 美國也是在後面挺他 所以換句話說國際政治並不是說 不是街頭在打架說 傑明你停完你怎麼沒有跳出來 你怎麼不知道傑明沒有後面 偷偷拿武器給我 所以這個是國際政治 所以美國現在是 第一個大家不要小看這個經濟制裁 好像說絕對經濟制裁沒有什麼 經濟制裁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了 俄羅斯這些富豪很多 但富豪最真正最有保障什麼 絕對不是他們的盧布 一定是美元 就跟中國的高官也都是能夠退休 就跑到美國加拿大去是一樣的 第一個這有用 第二個你已經看到北約的歐洲 這幾個國家跟美國 已經加大了提供援助的力度 拜登才宣布說要提供100億 去援助烏克蘭 換句話說100億美金是什麼概念 就是要給你可以長期抗戰作戰的準備 其實這些訊息 戰爭是這樣 戰爭邊緣的時候 一定有非常多的訊息 目的要剋止戰爭 或者是追求和平 不會有一個永遠的狀態 那誰先打破這slate code 就是這個軍事狀態 那個目的是什麼 那目的我們剛剛已經討論過 那回到說 好你看到美國這樣子 你會去想說 那到底 剛我們看到趙少康 講說 你看我們不要去刺激大國 然後你也看到這個 連勝文說 你看戰爭是殘酷的 我們都不要戰爭 這是廢話嘛 問題是你要去告訴侵略者 不是要告訴臺灣人民 也不是要去告訴烏克蘭人民 烏克蘭這個國家在過去民主化之後的狀況 搖搖擺擺 一下要親西方 一下要親俄羅斯 甚至有貪腐的狀況 這都是 但是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權力說我要去侵占你的土地 要去更改你的政府嘛 同樣的道理 臺灣也是一樣的 但美國在臺灣 臺海兩岸的角色跟美國在歐洲角色是不一樣 因為歐洲還有歐洲 不要忘記歐洲有英國 德國 法國 所以美國當然在你這英法德之間都還沒有確認的之前 美國不會有一個太明確的態度 這叫國際正式 第二個 這個我已經講了嘛 剛剛我圖有給大家看 他這邊是波蘭 這白俄羅斯 烏克蘭在這裡 然後他們現在打到基輔了 對不對 波蘭這邊有一個飛彈基地 羅馬尼亞這邊有一個飛彈基地 這邊都是屬於北約的成盟國 那上面還有什麼 上面我講的波羅的海三小國 三小國很小 沒有錯 但是他是北約成員國 你看看俄羅斯是不是 如果是進到 他如果一直往西進 那就是北約的問題 那北約就有共同防禦的這個 這個很明確的條文在裡面 所以我會說 這個是美國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態度 我支持你烏克蘭 跟我要去發動一場協助你保衛 甚至出兵的戰爭 來跟俄羅斯加大這個衝突 這是不同的考量 放到臺灣來講 臺灣是不是最近 你看人家在打仗 然後這個中國實在莫名其妙 每天飛機一樣飛來飛去 所以事實上是 所有戰爭變成都是一種測試 他在測試一種壓力測試 測試你臺灣的民心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臺灣裡面 很多人我很遺憾的是 就那種用語跟北京的說法 都是一樣 那不只是還看到一些網紅 在這個網路上亂傳 傳說什麼 你看我們臺灣都沒有撤僑的準備 然後這個中國都撤僑了 我們還可以順便把臺灣僑胞一起撤 真是鬼扯蛋 那個大陸新聞 中國新聞做了一堆 然後後來才發現 他們根本還沒有撤僑專輯 他們連名單都沒有收集 但是已經大外宣一堆了 那大外宣主軸就是 我再講一次 就是說第一個 美國不靠譜 怎麼不靠譜 今天軍艦在我們台海 就穿過去了 第二個就說 我們小國不要刺激人家 要對話 你去問問看 習近平要跟你對話什麼 第三個 我尤其討厭就是像趙康這種 整天在捍衛中華民國人 你搞清楚 中華民國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給幹掉了 你要整天捍衛 他不就討厭你 第四個是 大家以前都當過兵 我們當兵的時候 整天都在講說反共 更早以前副直輩那一代 都說要殺豬拔毛 那個時候你都不怕了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臺灣已經民主化了 然後跟歐美盟國站在一起的時候 你說我們不要去刺激人家 最後一個我要強調是 臺灣的地位在美國是有法律的 包括臺灣關係法 包括國防授權法 包括這個臺北法案 等等都是相都是相關的法律都有 然後包括台日 美日的安保條約裡面 對於所謂周邊出示的定義 我們是有非常多的法律文件 是法律文件在美國國會 美國行政部門必須遵守的 跟烏克蘭的狀況不一樣 烏克蘭到目前為止都還不算是盟友 他只是西方跟歐洲國家的朋友 現在是站在基於一個民主國家的主權 不能被欺負的立場上去支持他 協助他 還沒有到那種已經簽訂一個treaty 一個條約的狀況 所以美要講說臺灣未來 是很危險的跟烏克蘭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 也是北京希望釋放給臺灣一種認知作戰 就塑造說 你臺灣就是乖乖的聽我的話 我就來跟你對話 保障你的安全 然後呢 不但保障你安全 你的經濟也會好 你的股市也會好 大家賺大錢 就這麼簡單 好 所以其實看到整個國際情勢的動盪之後 我們要再看回到國內 年底的選戰的選情也是很動盪 因為國民兩黨現在都各自佈局了 最新的就是昨天民進黨通過前副總統 陳建仁他的入黨生氣 那他都覺得說他將是未來不管是2022或是到2024 他都是一枚活旗 先休息一下 副總統賴清德出席公開行程 面對記者喊話 沒有回應 陳建仁入黨引發卡賴傳聞 他透過市黨部主委吳一農說明入黨初衷 他說他非常肯定民進黨六年以來的執政成績 他也非常認同民進黨對台灣未來的發展的理想 那再加上他也非常支持蔡總統蔡主席的治國理念 那所以他今天以這個民間學者的身份來加入民進黨 來支持民進黨 陳建仁去年底申請入黨 算一算到20241月總統大選 剛好滿兩年符合民進黨提名總統候選人 必須入黨滿兩年的黨規 有平面媒體報導 陳建仁的入黨申請書是在這個月才遞建 旨在表格上的日期填去年底 就是為了符合兩年參選條款 建制2024 甚至傳出連市黨部主委吳一農 對他12月申請入黨都不知情 這是完全錯誤的訊息 我覺得是很可惜 我也希望我們的媒體朋友以後 在報導之前可以確實的查證 其實他聲明裡面有講 其實他去年年底受到一些社會賢達的邀請 加入民進黨 那確實他的這個交建日期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大人格入黨是擴增能量增加團結 不需要分化的言論 不需要任何現在就見縫插針 他不是為了牽制黨內的某某某 我反而認為他是在牽制國民黨 因為在社會形象上民進黨更加團結 陳建仁入黨申請案中午在市黨部入黨資格審查 委員會審查後只待黨中央確認就會正式發出黨證 被譽為民進黨這牆國旗的陳建仁入黨 從2022六都選戰到2024總統大選外界評點名 但是否真的參選還得陳建仁自己有意願 好所以看到其實前副總統陳建仁他整個社會形象都非常的好 那他進入民進加入民進黨的幾乎是已成定數了 只是這個入黨的時間現在大家都有一些來討論 因為他入黨的申請書呢 雖然傳出有平面媒體說是這個月才遞見的 但是表格上填寫的時間是去年底 那是不是就是為了要符合民進黨提名總統候選人 入黨必須要滿兩年的內規 因為大家知道再來是2024年底是總統的選舉 那如果是去年底的話呢 這個寫上這個如果是去年底來加入的話 那就可以符合這樣子一個規定 所以當然有被這樣一個討論 所以才會有人去問賴清德說 會不會覺得陳建仁是在卡你呢 那我先問到的這個傑明哥就說 因為大家包括討論到陳建仁 討論2024之前 其實大家都覺得他真的是一枚活旗 他包括說去選台北市 去接替陳建仁當指揮官 甚至說真的要來選2024 你覺得他這些角色有什麼可能性 我們應該看陳建仁在過去這麼漫長的 這麼多年的時間 從上次之前發生的SARS 當時他是疫情指揮官 那麼也確實把這個SARS在這個 很快的把他就是在臺灣就是杜絕 這是一個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那後來因為他在這個這個SARS過程當中 得到社會對他的公衛的部分 得到極到肯定 而且他比較客觀 而且接著他也拿到這個我們說的這個教宗的一些所謂的 這個他的這個職稱 在宗教部分 他也得到了一些肯定 所以我們看到的陳建仁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溫和的學者 而且其中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 他在離開副總統的時候 他說他不需要退休金 他直接轉到中文研院來做研究 這些種種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肯定陳建仁確實在這個社會上面 是一位賢達 好 不要說別人賢達送他去民進黨 他本身就是一個賢達人士 他本身就會有一群人覺得 他是一個可以去信賴的人 所以有人說他叫做大人哥 這是我們把他的過去的背景 稍微聊一下 當然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 就是在二零一八年 當時做的這個所謂的退休金的改革 我還記得那段時間 真的爭論節目是非常的兇猛 大家攻防的非常的嚴重 那很多的這些退休人員 都覺得我要替自己的退休金來捍衛 甚至這個中文國民黨 還有什麼八百壯士 在那時候出來的 你可以想在那個時候的改革 是多麼困難的時候 大人哥就是把這事情給處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但我不是代表說 我們退休金就不會破產 我不是這麼說 而是至少他可以延遲破產 那時候的狀況是多麼的恐怖 如果你回到那個年代 基本上每個爭論聯目的攻伐 那後來也造成這個民進黨在選舉上面 也確實遭到一些困境 但是不要忘記陳建仁他把這事情給完成了 表示他在處理國家級的財政問題 他是有能耐的 調和鼎耐是有這個能耐 那當然陳建仁本身是說 為什麼我選擇這時候來加入呢 是因為他過去的這個身份 比較希望是能夠一個比較 大家覺得是一個中間的力量 好讓大家有個共識 因為總統是民進黨 但我副總統是無黨籍的 那我們有這個共識去討論國家當時必須要改革的這個年金 當然時到今日來看的話呢 台灣經濟確實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不是 現在都喜歡講台積電 其實我們從今年一月份外銷訂單來看的話 成長幅度最多的都是傳產 不論是塑化 化工 還有包括我們說的這個工具機 已經取代中國量 台灣只有兩千三萬人口 中國有十四億人口 台灣的工具出口超過了 這個中國的十四億人口的總數量 那根本比如說那個半導體 基本上是壓倒性的 這個就是中國根本趕不上 所以這個情況下來看的話 這陳建仁就覺得說 這時候如果能夠穩定這個國家的執政 因為基本上發生了烏克蘭這個事件的時候 就會還在想一些事 怎麼會有人喜歡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 怎麼會有人喜歡一中各表的這個朱立倫 所以我不太懂 反正烏克蘭這事情 大家應該更加的一致團結 絕對不能容許分化 所以陳建仁可能站出來是希望 給大家更多的信心 對於民進黨執政 未來是越來越可以值得期待 這也是件事實 因為據了解我們可能高五年後 還可以發展出逆中戰績等等的事情 好 我講的重點 其實在這個關鍵裡面 當然當陳建仁這個重量級出來的時候 市場當然就會這個討論紛紛 不過我要這麼說句話 陳建仁還沒有加入民進黨之前 就已經有這個風聲在去年在八月十月的時候 就傳出來陳建仁很可能會選擇 是選擇台北市長的選舉 這在之前就已經有這個風聲在測試 當然這個風聲又盪下來 表示民進黨在做佈局的時候 台北市民進黨一定要把他拿下來 那不論是誰他就是要攻克這個台北市這個位置 這已經是企圖心很強 所以他必須要擴張他手上的這個子彈 不要忘記囉 當時主席也曾經清真新北市 那那個蘇貞昌清真這個台北市 這也是有這個慣例 那表示對於台北市民的一種尊重 某種程度 如果陳建仁去選的話 這個是另外一個層次 當然層次中也OK了 林佳龍也OK 但是可以看出來就是民進黨的籌碼是越來越多 所以有人這麼說一句話 聖戰士就是我們說的這個得到這個聖騎士 就是那個得到天主教的這個正面人加入民進黨 然後國民黨找什麼 找一個假示範當選舉的操盤 這是一個多麼可笑的事情 來自花蓮的假示範 竟然成為國民黨現在手上的寶貝 拿這個寶貝到處招搖這個撞騙 上次還跑去我們高雄說 找一個某某的原住民的 這個立法委要去選高雄市長 結果還說那個態勢非常強硬 當地的議員嚇到了 你是什麼態度來跟我們當地議員來做討論 那種太上亡的樣子 所以國民黨在找的就是我們說的一個假示範 而且他官司還沒結束 而且是一個曾經坐過牢 而且曾經是坐過金融詐騙的 金融這個操作的這個犯人 就變成是國民黨的這個操盤手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一比較起來 就是可以知道高下立斷 因為今天如果沒有陳建仁加入這個民進黨 我們還真不能拿來做對比對不對 這對比太強烈了 一個是陳建仁 一個是傅崑奇 這一比起來你會覺得天啊 國民黨在墮落 所以我們想這個事情到目前為止 事實上可以思考 好到這個這個方向 但我比較在乎的一件事情說 會不會將來有更多的這些優秀的人員 會加入到民進黨 在這個選戰裡面推出一個比一個更強的強暴 這是現在蔡英文必須思考的問題 當然有人說他有四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就是蘇貞昌 畢竟這個院長也做了很久了 那麼在這個公投部分 他也是公公公 這算是真的是具有號召力了 但是畢竟已經做這麼久了 或許在明年行政院有新的改革 新的方向 他們或許需要一個行政院長 這個陳建仁也是一個選項 這是他們說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呢 將來也許這個蔡英文 他可能會交出 總有一天他交出黨主席的位置 也許陳建仁也是蠻適合 接任民進黨黨主席 這也是一個選項 那麼第三個就是事情 如果整個過程當中 假設林佳龍最後選台北市了 然後呢 新北市呢 可能是某某某 那桃園呢 可能誰的時候 也許在這個時候 陳時中的 我們說陳建仁的活跡更大了 看哪個地方選情 可能比較交集的時候 糾集的時候 也許陳建仁就可以來做一個投射方式 反抗國民黨 現在桃園 要派誰 派出一個連龍潭 都拿不下來的國民黨人 那現在基隆 對不起 現在謝國良的民調又輸掉了 然後呢 宜蘭 這個妙妙不妙 對不對 然後呢 雲林一直在講說 他那個土地 那塊散播地 道謝也沒聽說要改善 國民黨部分 我們等一下 但是因為我們先回到陳建仁的身上 我想問一下青黃哥是說 因為大家剛剛看到這個條款 真的難免會去揣測說 陳建仁這個時間點的加入 是不是真的要來卡賴清德 有這樣的討論 我們先把這個邏輯先順向來看 現在講說陳建仁 是不是要卡賴清德 他的講法就是說 因為他加入的時間是在二零二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 然後呢 所以你算下去兩年的時間 依照民進黨 民進黨的規定裡面是規定說 你入黨要兩年 你才有登記成為候選人公職的資格 所以他這樣算下去到二零二三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 等於二零二四年的總統大選 他就可以登記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規定 所以呢 才有這樣的一個講法說 你看這個陳建仁入黨 就是因為要卡賴 卡賴清德 那這個講法為什麼會升上來 原因是因為他還搭配了其他事情一起講 他講說這個陳建仁 如果是要當選臺北市長的話 也不需要加入民進黨 陳建仁如果是要接行政院長的話 那也不需要加入民進黨 所以可以見得就是說 他今天之所以加入民進黨 那一定就是為了總統 所以這個說法跟陰謀論 是這樣子排下來的 可是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各位你換個角度想事情 陳建仁加入民進黨 第一個對民進黨尋向有沒有幫助 有沒有加分 有 第二個陳建仁加入民進黨 對民進黨來講 是不是民進黨的資產 是吧 民進黨多了一個人才吧 第三個民進黨多了這個人才資產了之後 之後要做其他選戰上的佈局 或是公職上的佈局 是不是更容易更多 是吧 因為他已經加入民進黨了嘛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 你要從陰謀面的角度去看 你就只會等到陰謀面的結果 就是說這個進來呢 一定就是為了卡賴清德 這個進來一定就是蔡英文的怕跛腳 所以要故意要卡賴 可是各位啊 你去想另外一件事情 對民進黨來講 有更多的人才 更多好的人才加入民進黨的話 對民進黨來講沒有加分嗎 當然有加分嘛 所以你反過來看的結果是 今天陳建仁副總統 他願意加入民進黨 陳前副總統加入民進黨 最大的好處就是 對民進黨來說 人才庫佔力多了一個 所以對民進黨來說 你去想一件事情 台北市長的選舉能不能調度 可以調度喔 他是活旗喔 指揮官是不是活旗 也是活旗喔 那你甚至說總統是不是活旗 也是活旗喔 再站在第四個角度去看 今天陳建仁副總統加入 他也是一個有戰力的 有資格的總統候選人的潛在人選 那對民進黨來講 多了一個有總統級的候選人 有什麼不好 難道只有壓在一個人身上才會比較好嗎 當然不是嘛 對一個政黨來講越多人才越好嘛 所以陳建仁前副總統的加入 對民進黨來說 是人才庫佔力的加入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你從正面的角度去看 對民進黨來說 上上下下幾乎都肯定這件事情 所以只有從負面的 從陰謀論角度去看的時候 你才會解讀說 這一定特別針對誰而來 但是對一個政黨發展來講 我請問你陰謀論有幫助嗎 沒有幫助嗎 因為陰謀論無限上綱的結果 你知道會得到什麼結論嗎 就最好剩下這些人 在黨內最好 其他黨的其他所有人都不要入黨了 其他人入黨都有可能變潛在的候選人 其他人入黨都有可能變潛在的威脅 那大家都不要入黨好了 大家都不要入黨好了 那我請問你 那對民進黨的發展有幫助嗎 不會有幫助的 因為你的人才庫越來越小嘛 那你的人才發展受限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講 這件事情 你只要從正面的角度去解讀 那你就會得到正面的結果 就是陳建仁的加入 其實對於民進黨來講 他是肯定他現在政黨的形象 最後我補充一件事情 陳建仁加入 因為你知道陳建仁的色彩的特色是 他本來之前沒有加入民進黨籍 所以對陳前副總統來講 公衛專業形象 醫療專業形象 那本身對於中間選民 因為他講話理性又溫暖 所以他對於中間選民來講 他本來就很有吸引力 所以對民進黨來說 他是從光譜的深綠淺綠 到中間選民這一塊 他都是有吸引力的對象 所以對民進黨來說 陳前副總統的加入 他是把民進黨的光譜 更往中間選民移動 所以對民進黨來說 在中間選民這一塊 隨著蔡英文總統 當初所提出來的反共寶臺 到金國園區去 他到七海園區 講了反共寶臺 到現在陳前副總統加入 其實再再都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他要把民進黨定錨 在中間的這個位置 讓民進黨搶定中間的光譜 他的好處是什麼 從此國民黨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可能就真的一直往 那個往紅的那邊靠過去 往深藍的那邊靠過去 往深藍的極端靠過去 對國民黨來講 他未來的選票在拓展 他受限的空間就很大 而這也告訴你一件事情 未來民進黨呢 從綠到中間這一塊 應該就是他的選民的空間 好 所以其實這樣看起來 陳建仁加入了民進黨 更應該要感到擔心的 其實是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到現在看看 前幾天主席就說 國民黨不要再內鬥了 然後說如果現在 在想2024的人呢 都是一些敗類 所以是不是 像年前韓國瑜那時候 形容國民黨 韓國瑜是個螃蟹黨 看到誰往上爬 就要把他拉下來 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回到節目來看到 剛剛看到了民進黨 現在看看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呢 前幾天才說 國民黨現在應該改名叫 內鬥黨了 因為現在他說 想2024的都是黨內敗類 是不是意思就是說 黨內有很多人 都在想2024呢 那尤其有昨天 其實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脫口說 今年是他任期的最後一年了 所以大家今天就去追問說 你說你任期最後一年的意思 是不是說你不選了 你要去拚總統了 我問一下金傑議員 應酬於微臥之中 結戰於千里之外 那這一個民進黨 真的還是比較會選舉 這不可否認的 這個國民黨從大陸一直退退 退到台灣 現在連執政長就搞丟了 我覺得就國民黨真的要加把勁 剛剛永鴻兄講的 事實我也承認 我絕對不是長他人之氣 滅自己威風 陳建仁進來 民進黨 當然是對於社會的 這一個形象的加揮 對民進黨來講 真的是一大利多 是有幫助 我們的同舟計畫 找了一些人回來 對於整個社會 對於國民黨的 這個形象而言 當然是扣分 這是不可否認的 還在那邊吵當當 我們自己就來吵了 為什麼他可以回來 為什麼他自己就吵了 陳建仁回民 去民進黨 有沒有聽到吵的聲音 沒有 大家歡心鼓舞 民進黨這樣子 大家都很雀躍 把一個人才找到 這個民進黨來 這個就是我們國民黨 必須要深刻 捲討的一個地方 這是我們不可否認 從剛剛永鴻兄講的 從社會型上來 民進黨加分 國民黨是減分 這是事實 第二講就是說 這一個陳建仁進來 是進可攻退可守 新北目前啊 沒有人要來選 林佳龍昨天到 這個議會來的 這個黨團的交接 陳啟能 當然是他們是 政國會的龍頭 在我們新北來 那他來參加 他的這個交接點點 但是呢 他講就是說他不選 但是不是說 他選不選的問題 而是民進黨現在的 這一個提名權 都是由蔡英文主席說了算 不是說他要不要選 而是主席要你去選 你就必須要去選 所以說民進黨在六都裡面 現在倒是由蔡英文來做指派 那陳建仁是一個活旗 因為陳建仁也可以下來選新北 因為目前新北沒有人表態要參選 那陳建仁進來的時候 我是覺得他是一個活旗 當然要選新北 也不見得一定要加入 這一個民進黨 選台北市也可以做 用藍白河 或者是之前的 這個綠白河都可以 那我覺得他這個加入民進黨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說這個在二零二世 這個賴清德到底 這個美國支不支持他 他曾經在這個行政院長 在這個立法院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這樣講起來引起很大的這個美國的緊張 引起這個全台灣的嘩然 就一個行政院長為什麼可以講說 他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如果他將來當了大會之後 會不會就宣佈台灣獨立 其實美國人也緊張 日本人也緊張啊 所以說這個有餘力就是說 現在陳建仁回來 像外面的揣測 絕對不是他要去選台北市 也絕對不是來選新北市 而他是一個活旗 在二零二世的時候 可能他就是可以來卡賴清德 其實我們在這個 昨天在新北市也討論很多 關於陳建仁 他絕對不是說現階段 加入民進黨之後 馬上來跟侯友宇來做參選 而新北其實我們也在想就是說 到最後誰會來 有可能就是說 這一個陳時中 陳時中到最後會不會被蔡英文指派到 這一個新北來選 因為兩個不管是從年齡層 從這個知名度 從這個各方面的條件來講 這個陳時中跟侯友宇都是在旗鼓相當 反而到台北市去選 跟著這個蔡萬安 不管從年齡層 從他的這個顏值各方面來講 都包含這個女士的一個支持者 可能都會劣性一點點 那所以說陳建仁現在加入民進黨 當然是這個蔡英文最重要的一個活旗 是進可攻退可守 可能陳時中來選新北 我們在研判有可能在民進黨的這個蔡英文的一個佈局裡面 或許陳時中跑到新北 那這個陳建仁就去接這一個我們的疫情的總指揮官 然後呢等到選完之後 或許他就接行政院的院長也都說不一定了 所以說對於這個民進黨在整個選舉戰略的佈局 陳建仁進到民進黨 很顯然的這個國民黨必須要很高的這一個警惕 因為我覺得陳建仁回來會重新佈局蔡英文的這個選戰的一個部署 因為進可攻退可守 對於國民黨來講我們桃園的人在哪裡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找到 當然我們新北台中這個跟台北市我們都有了 那當然這個台南跟高雄 我們還在積極在在尋找當中 當然我們的這個黨主席啊 我們也是希望就是說黨主席朱立倫能夠在這個2022的年底的這個選戰 能夠交出一張的一個漂亮的成績單 要不然十四加傲 這是黨我們黨主席自己立下的這個精定狀 如果沒有十四加傲 他也可能要負起應該有的一個政治責任 我們講就是說國民黨此時此刻要學學民進黨 找了很多的這個社會選擇 社會形象的人很好的人加入民進黨 國民黨也可以來做效法這樣子才對 執委委員你剛剛聽到金捷議員說 國民黨現在警惕陳建仁 然後但問題是你看國民黨現在 是不是整個身陷在內鬥當中 你怎麼看國民黨現在的狀況 我剛剛聽出金捷議員一個重點 聽出年底要十四加二 年底呼籲朱立倫 如果沒有十四加二就要辭職下台 我們要講啊 他最後一句話 我們就以此目標 他說軍運這樣晚一點再說 所以這個可以衝突突顯 他除了十四加二就拿十六席之外 六度要拿一半 所以他已經在呼籲朱立倫要下台 朱立倫前幾天也說 我們要下台啊 我說我們主席立下的精硬狀 我們要喊大家團結目標一致 很明顯他們不合啊 朱立倫前幾天也說 如果有人想跟我選二零二次 就是敗類 會不會說侯友宜 他有想他要選二零二次 你這個如果有人想跟他選 他說如果有人要選二零二次 現在大家都在講說二零二次 就是敗類 其實他在說他自己 國民黨看起來金傑議員比這個 他現在對民進黨的這個判斷跟研究 比研究國民黨還多 他剛剛分析了我們陳建仁大人 哥副總統林佳龍 怎麼怎麼怎麼布局 陳時中怎麼布局 你有沒有想過國民黨現在在布局什麼 我們現在你們那個破船計畫 把傅崑奇找進來 這就是國民黨現在給大眾的形象 就是傅崑奇回到國民黨 那我們民進黨現在是大人哥 陳建仁前副總統加入民進黨 這兩個高下立判 人鬼殊途 傅崑奇曾經脫黨參選 曾經脫黨參選立委 現在還可以回來 這為什麼為什麼是這樣子 為什麼因為朱立倫靠著 傅崑奇選黨主席 然後你們現在他 你還滿國民黨 還把傅崑奇找到這個中央選舉的這個核心裡面 來做這個操盤手 可以提名 我跟大家說 現在國民黨正在內鬥中 國民黨現在各縣市 每一個區域的議員 他們都希望不管什麼加一 我到目前為止 我還看不懂國民黨的初選制度是什麼 每個縣市的議會議員 現任的國民黨籍議員 跟黨部新要提名的這些年輕的人 炒成一團 而你們到底初選制度定了 結果沒人 中央黨部定了一個制度說我要初選 結果現任議員到底要不要初選 所以現在各縣市的現任議員 都在跟中央黨部 跟地方黨部 炒成一團 完全沒有架構 沒有結論 這是一個沒有核心價值的選舉 朱立倫主席 現在已經被大家內鬥到一個內外交迫的狀態 他搞不清楚到底要聽誰的 到底要聽傅崑琦的 還是要聽韓國瑜的 還是要聽趙少康的 每個人每天腹背受敵 然後地方黨部叫不動 地方黨部 講到地方黨部 就是林津潔議員的痛 新北市黨部的主委 跟這個現在那個叫做 跆拳道立委叫什麼名字 黃志雄 黃 現在清北市議會的議員 聽著他帶的動嗎 他帶的動嗎 基隆市黨部帶的動嗎 昨天我還在跑行程的過程中 就聽到我們國民黨籍的現任議員 在批判國民黨要提名的新人 還是別屈的 這代表現在國民黨 現在正在一個分崩離析的狀態 不要說怎麼來應對這個選舉 怎麼來佈 佈局 民進黨政府 他是一個蔡英文總統現在是一個非常有節奏的狀態 他把直轄市 把縣市分類出來 然後重要的 還有次級的 還是危險的 大概都分類好 你們呢 每天在想十幾家級 有沒有想過宜蘭的林之廟 宜蘭林之廟已經不廟了 他現在還有辦法再選嗎 他現在這個問題難道國民黨要說司法破壞 我那天看到林之廟縣長開的記者會是非常詫異的 沒有一個縣長出來開記者會只有哭 他沒有為他的案子辯駁 他完全沒有否認他做了什麼案子 司法調查中沒有錯 但是他 我 他只說我對不起我的兒女 這代表什麼 代表國民黨 你們現在要趕快去找宜蘭的這個破口 我跟你講 宜蘭這個東西 對 最近民眾黨的民調已經超越了 你一個百年大黨 已經被成立三年的民眾黨超越民調 你們還在內鬥 內亂 然後整天在唱衰臺灣 遇到烏克蘭說今日烏克蘭明日臺灣 完全都不同的狀況 再說這個非常膚淺的言論 對我們臺灣人民是不公平的 對選舉也沒有幫助 我講一個給你聽 為什麼這個朱立倫我們的主席 敢立下禁令狀 在我們的歷任黨主席裡面 國民黨有史以來的歷任黨主席裡面 最有選舉經驗的就是朱立倫 他曾經選過七次 七戰裡面有六勝一敗 選過兩次的立委 兩次的縣長 兩次的市長 新北市桃園 桃園縣跟兩次的立委 所以說他為什麼能夠誇下海口 當然他在歷任的這個黨主席裡面 他是最有經驗的 所以說在年底的這一個選戰 他不像上一次是新北市長兼總統參選人 他這個就分身 乏術 在這一次他是全職的這個黨主席 所以說他也在中常會講 他絕對能夠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所以說在這個選戰的經驗裡面 他是很有經驗的一個主席 所以說他才會講啊 如果沒有十六個 沒有十四加澳 我就負起政治責任了 所以說我們對他有信心啊 林建仁在呼籲你 要負起政治責任喔 所以其實國民黨現在真的看起來 現在似乎真的是有在內鬥的 這樣一個狀況 這樣子一個狀況會不會延續到年底 影響到整個年底的地方選舉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國民黨現在的狀況 我問一下永鴻哥 像剛剛講的說 國民黨如果現在整個內鬥的狀況 繼續下去的話 加上宜蘭林茲廟 現在被這個整個案件纏身 會不會真的像剛剛 指揮議員講的朱立倫如果到年底的話 他立下這個軍令狀 還有沒有辦法達成 其實每個政黨都一定會有競爭 但朱立倫立的這個軍令狀 我覺得他在經過中二選區的補選 以及最近從中二選區補選 開始一連串有關土地的爭議 到林茲廟這件事情 林茲廟現場現在的涉灘的部分 其實也是跟土地有關 就是縣府的公權力去運作了這個G6 有些所謂第五單元 那附近土地的買賣跟免徵增值稅等等的 這一些再加上日前我們有談到說 包括雲林張家的豪宅等等 包括台中市盧秀燕的賣出社會住宅等等 這些土地正義的議題 我覺得到時候這個朱立倫的判斷 就去年一開始他所信誓淡淡所講的判斷 到今年年底的選舉 他可能達不到 就所謂的14加2 那當然到時候他這軍令狀的定義 什麼坦白講不知道 他也沒有講清楚說到時候他會辭職下台 還是怎麼樣 但我覺得第一個他達到有困難 第二個其實朱立倫講話其實蠻鼓勵的 他常常今天講的 然後明天又轉了一套說法 所以我倒覺得他很鼓勵的 但我覺得比較在意的反而是 我不太CARE朱立倫這個人到底到時候要不要辭職 那是國民黨的事 但我要講說為什麼國民黨現在 你看看這個黨主席竟然講說想2024是敗類 然後講自己的政黨給自己貼個標籤是內鬥黨 我覺得這顯示了一個他心中的焦慮 當然有帶有不滿 那焦慮是什麼 第一個因為他沒有領導的權威 你現在國民黨現在有好幾個力量 韓國瑜 我相信他是最有聲量的人 韓國有一股力量 不一定要挺你 趙少康整天在媒體放話 然後整天指指點點 對黨中央指指點點 國民黨失誤指指點點 他也無法教育趙少康 然後這個侯友瑜 現在是國民黨聲望最高的 而且他是一個全國最大直轄市的市長 那我看他也教育不了他 再來國民黨裡面的張亞中 對不對 雖然張亞中沒有什麼實際上的實力 但他也是有聲量的人 最後我講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地方派系是他控制不了的 他無法控制任何一個地方派系 所以你看看那時候中俄選區的補選 是他們所有人 包括黨主席跑到台中市 嚴家去開記者會 不是把人叫到國民黨的 中常會來提名 所以我覺得他有這幾個東西 他無法控制 然後他的國民黨又缺乏 制度性的解決問題的機制 所以他一定是很焦慮 很焦慮才會說 你看我們都在內鬥 那大家顯然也一定是內鬥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就沒一個標準的制度 然後沒一個核心思想 然後 所以我已經是下一個核心思想